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臨觀樂儀基金會藝術畫廊 參與藝術家江欣怡、李映蓉、黃彥均、陳文宇、趙建鵬的五聯展Collegious 首先非常感謝主辦單位提供場地以及本次戰艦的支持 觀樂儀基金會畫廊自助為澳門年輕的藝術家推廣他作品的平台 為澳門的本土文化和創意產業的發展持續不斷地提供貢獻 而今次五聯展能夠成功成展 也是源於兩位中學時代同一間中學藝術家 在畢業之後繼續深造再因為藝術而結識到這麼多個不同地方的藝術家 透過觀樂儀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成功籌辦今次的展覽 亦都寓意著藝術和藝術之間可以透過人和人的連接而無遠分界 至於今次展覽的主旨亦都是基於欣斯特的一句名言 使兩個距離遙遠的藝術實體在雙方都陌生的平面上相遇 以及亞瑟丹托在藝術終結之後的一書提到 當代藝術可以引用欣斯特所認為的拼貼作為典範 所以今次的展覽亦都引用了以上拼貼的概念作為展覽的出發點 亦都正好反映到今日五位的藝術家身上 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 包括有澳門、馬來西亞、台灣 都說在陌生的地方上相遇在這個空間上 他們有各自各的藝術觀 亦都有各自各想要表達的事和物 而同時在一個不互相排斥的空間裏面一同展出 而今日這個空間亦都可以視作為一件大型當代的拼貼藝術作品 相信大家聽到這裏都十分期待今天的展覽 而我們亦都很榮幸能夠請到我們今天參戰的那麼多位嘉賓 他們都有很多話想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有請到我們今天拆展的拆展人李永容小姐為我們支持 李永容小姐出生於澳門 作品多以壓克力、數碼輸出和版話呈現 以強烈的色彩為主 創作的主題就以人像和扭曲的形態為中心 我們有請李永容小姐到台上為我們支持 有請 好,首先多謝各位嘉賓來到我們今天這個展覽場地 然後還多謝Tina可以幫我們做到今天這個展覽 我們今天的這個展覽其實主要一開始是因為我和文宇都是盧孝認識的 然後我們就找了很多不同地方的藝術家 一起來參與這個展覽 好,多謝Tina今天大家可以來到這個展覽,多謝 好,謝謝你,永容小姐 那下一位藝術家就是江恩怡 江恩怡小姐出生於馬來西亞 作品以油畫作為主要的梅菜 在創造和歷程中期望以最單純的身為 到最熟人與人之間的愛和感動的 那麼現在有請張欣怡小姐為我們支持 首先很謝謝觀樂儀基金會能夠促成這一次的展覽 然後謝謝我們的澳門美術協會和我們的策長人 謝謝他們的邀請和就是很多斑滿我們才能夠促成這一次的展覽 謝謝大家來觀賞 然後希望你們能夠在這裡好好有享受我們的畫 謝謝 好,謝謝張小姐 下一位藝術家就是黃燕坤先生 黃燕坤先生來自台灣 作品以平面繪畫為主 以創作大多以文化和社會議題為核心 現在有請黃燕坤先生到台上為我們支持 有請黃燕坤先生 有請 大家好,謝謝大家今天能來看我們的畫展 也謝謝映蓉可以促成這次的展覽 也是因為他我才能來澳門展覽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謝謝黃燕坤先生 之後我們下一位藝術家就是陳文宇先生 他是本土的藝術家 作品多以油畫作為主要的梅材 主題就以靜物來記錄日常生活 現在有請陳文宇先生到這裡為我們說兩句話 有請 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可以來到這裡看我們的作品 我很感謝觀樂宜基金會可以借場地給我們 還有歡迎美術協會的成員到你 還有多謝拆展人李英勇小姐 剛巧跟他們相遇,剛巧促成了這個展覽 還有多謝其他國家來的藝術家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陳文宇先生 接著來的這位藝術家就是趙健鵬先生 也是本土澳門的藝術家 作品就以人像、絕畫和雕塑為主 我們有請趙先生 有請 多謝今天大家的來臨 這次的展覽很感謝兩位在國外的朋友 這麼遠來到 然後我覺得這次的展覽和差不多年齡層的朋友一起做這個展覽 這個交流是十分之好玩 好,享受 好,謝謝趙先生 多謝各位參展藝術家的分享 為了大家可以快點開始欣賞這次的展覽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供請嘉賓為我們主持展賽的儀式 首先有請澳門藝術家趙健鵬先生 澳門藝術家陳文宇先生 拍攝 台灣藝術家王彥均先生 拍攝 澳門藝術家李應容小姐 拍攝 馬來西亞藝術家江恩怡小姐 拍攝 澳門藝術家蔡國健先生 拍攝 澳門藝術家王瑞麟先生 拍攝 以及澳門美術協會的陸希先生 有請 有請這麼多位 好了,一會兒我們就會分發一些採展給大家 大家在數到321之後就可以開始展賽的 麻煩我們的工作人員幫幫忙拿一些展賽的物品上來了 對了 有請這麼多位 收拾我們的採球 也拿著我們的採展 好,一會兒我數完321之後 大家就拿起手中的採展 然後就寓意今次的盛藍能夠成功舉辦 那我們就準備了 321 好,恭喜這麼多位 請這麼多位留步拍照看一看鏡頭 好,謝謝各位的嘉賓 好,謝謝這麼多位的嘉賓 在這裡我正式宣布五聯展正式開始 今宵海也會有一些茶點給大家享用 今天總共會有15件平面作品 以及兩件立體作品 今宵海我們的藝術家會為大家進行作品的導覽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參加 好了,那大家拍照的時間可以了嗎? 還有沒有朋友要幫忙拍照呢? 好,準備一下 321 好,謝謝這麼多位藝術家 也都謝謝這麼多位主持的展賽嘉賓 好,謝謝這麼多位 也都希望大家享受你們的展覽 好,那現在就由黃彥均先生開始介紹他的藝術作品 大家就可以跟著這一邊來一齊去聽一下這個作品的導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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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噬我們的一種黑色 因為我覺得黑色的覆蓋性非常強 所以黑色它還沒完全覆蓋於整個畫面 它只是蠢蠢欲動在於下方 這也可能是我的惰性吧 因為其實在創作過程中 其實每一天可能畫的不多 有時候可能只做了這一個部分 所以它其實也像某種惰性 然後這上面就是我一個思維的空間 而這些小紙片就是 我有時候每天會寫一些 算是日記的東西 像看一些電影或是看一些書的日記 像這次的就是我對於時間一個探討 因為其實時間的作品性 我其實還蠻在乎的 因為這張作品其實它做了它一年的時間 它其實時間性蠻長的 然後 這個空間 就在於說 我想要大家感受一下時間的感受 因為Feel的他也很直白 就是跟觀哲講說 你可以享受一下時間 也可以看它上面一些我的日記 我寫了We have nothing 我們沒有什麼 可是我們有時間 但是我們又不能對時間證明什麼 對 所以這張主要是在探討一些時間性的東西 然後這一張A Plaint 這一張作品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工作通常在戶外 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植物 那它在太陽下的時候的光非常漂亮 所以我想說可以為植物做一個寫生 或是為它畫個製畫像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植物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植物 可是我當時覺得它 在陽光下非常漂亮 然後我想說給它一個議題的呈現 我就想到說 其實植物它的本身的特性 它其實大過於人類 它或許在生活中它是這麼不起眼 但是植物的重要性對於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旦沒有植物你也是無法生活 你沒有氧氣的供給 你也不能生活 所以我就很直白地噴了這個Better Than Human 這個是拼在一起 我只是把它分開結構 對 它非常直接 你就可以閱讀到 它Better Than Human 對 好 謝謝 還有這一張作品 這個作品就比較屬於記憶性 其實我的作品都偏向一些議題或記憶性 我就把它記憶起來的時候 轉到繪畫的平面上 其實我的繪畫它有時候它大多數可能是偏觀念性的 我如果沒有講述的話 你可能無法完整地去了解到這幅作品 但是經過解釋之後可能就會比較了解 它不再是以繪畫的方式去進行 它比較多觀念性的 像這個也是我每天的日記 剛那天的日記就是 有一隻小鳥 它掉到我們家的陽台 然後上一次有一隻小鳥 它掉到我們家的陽台 它結果就死掉了 而且我還用蓋子把它蓋住 我以為可以保護它 結果晚上回到家的時候拿起來 哇 都是吃臭味 是非常的難聞 然後我也非常難過 因為其實好像那時候它還有點氣急 可是我為了敢去做別的事 我先把它蓋起來 然後不要給太陽曬到 然後它就死掉了 然後後來這一隻 它掉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是活著 我想說我不能讓它死亡下去 所以那天的日記就呈現在這個上面 這是它的學名 它是台灣的一種特有種 叫紅嘴黑杯 那這是那時候的情境 我把時間都記錄下來 然後我花了多久時間 我也記錄下來 因為我希望觀眾可以直接 先看到這些我的日記 再看到整個畫面 它是有非常大的關聯性 然後這整個畫面的構圖 是來自我們家的陽台 對 然後這個座標 它這個座標是時間走的座標 它是有包括哪一年哪個月哪一日 可是這個點是剛好那隻小鳥掉下來的點 因為我把這裡都算成一公分一公分一公分的話 我們家的格子有那麼多 就是磁磚有那麼多個 那它剛好就落在第二和第十的座標 所以這個座標性也是它的存在的一個點 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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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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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以一種海報的形式來呈現 上面我寫了好醉好山 其實這句話是來自於有一次 我上一個學期的一份報告 但到最後可能教授不太滿意 他直接討論過 我們好醉好山 但當下他說那句話的時候 他是很晦氣 可能他直接覺得我這個學生不合格 反而因為他說了這句話 令我覺得 好像一種人生態度 如果你凡事都想好醉好山 好像我們會對很多事情都很豁然開朗 所以我覺得 我就直接把這句話好醉好山 把它畫在一張油畫布上面 放在這個最多眼的地方來呈現 就好像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 我這一份處事態度 然後到另一份就是做一個豪榜 它是一本類似聖經的一本紅色書 其實它是可以記住的 大家稍後可以打開來看 然後它裏面有個內容 其實我是移一個封面人物 我就被它上面加一個光環 就是代表它一個 不是正常的 就是不是平常的人 就是類似神一般的人物 然後它身上 其實同時有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之後我在書裏面講的內容 其實都是一些很簡單的做人廚師道理 例如好像一開始的請脈潛踏 保持乾淨 請愛惜生命 講理想 講禮貌 講人話 到最後我們就一起來了一個很榜樣 其實這本書是不帶我任何色彩的 一個很忠誠的做人廚師態度 好 多謝大家 好 今次就來到陳文宇藝術家 去介紹他的作品 大家可以移到到這一邊 來觀看的 大家好 我的作品多數都是以透明的玻璃瓶為主題 為何我會用到這個透明玻璃瓶 其實我覺得在我自己居住的地方 一個房間裏有很多不同的容器 但我為何會選擇透明玻璃瓶 因為我覺得他全都是透明的 平時我們生活中很少會留意他 但其實他一直都在觀察著我們 其實他一直都在記錄著我們生活發生的事 但我們只是一直沒有留意他 而我畫畫的方式 主要是用比較具象表現的方法畫出來 他的顏色主要是以我的心情為主 可能你會見到他比較偏一些冷色的 或者比較低彩度的顏色 其實我自己的生活 我覺得其實比較沉悶無聊 就像這些顏色一樣 所以我希望可以將他畫出來 給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可以感受一下我的心情 多謝大家 好 接下來就到江欣怡小姐去展示她的作品了 好 大家可以一齊熱步去前面這一邊 歡迎 大家好 我這個就是這個系列 它主要它的主題是睡前故事 那為什麼它叫睡前故事 就是因為我畫畫 就是我的靈感主要都是在 就是快睡著或者是睡到一半之間 就是會湧現出來 那這個主題它就是要述說的主要是對家人的思念 然後紅線是整個作品的重心 它就是因為我長期待在台灣就是留學 然後一年幾乎只回去一次 所以我想要訴說就是用這個線來訴說 就是思念和距離 因為就是它會有一個空間感 所以就是只把它放成有色彩的也是有一部分因為這個原因 然後我在做的作品幾乎都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感情 那就是為什麼就是這些 剛剛有人問我說為什麼這些手的色彩 就是比較無色彩的 因為就是我想說就是因為它 我是覺得就是人生如果沒有就是感情的話就是幾乎是黑白的了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主要這個就是0033 我就在把0033對家人的思念就是做成這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因為思念 就是主要是這樣 然後那邊是講家人嘛 然後這邊是就是在講另外一部分的感情就是愛情 那就是主要最初發想這一些 就是這一個系列主要是因為我看到一個童話故事 然後那童話故事就是在講說 就是有一個小兔子和一個大兔子他們是彼此相愛的 然後小兔子就問大兔子說你有多麼愛我 然後大兔子就說你可以先告訴我說你有多麼愛我嗎 然後小兔子就舉起他很短很小的手告訴大兔子說 我有這麼這麼多愛你 但是大兔子的手一定比較長 所以他就告訴小兔子說可是我有這麼這麼多愛你 那那個小兔子就想說原來他的愛比我多 那小兔子就嘗試就是伸展他的身體啊 就是可能劈腿啊 可是他的腿也沒到兔子餐 所以就是怎麼都感覺好像大兔子就是愛得比他多 然後到最後小兔子怎麼跳高也跳不 就是跳不贏大兔子 就是他就累了然後他就睡著 然後故事的結尾很簡單 就是大兔子幫他蓋上背 就是小兔子到最後是說我愛你從這裡到月亮那麼遠 然後他說完這句話就睡著了 然後大兔子就跟他說那我愛就是他幫他蓋背的時候 就看著小兔子說那我愛你有這邊到月亮那麼遠 然後再回來一次 然後主要就是很簡單的睡前故事 可是我就把他就是發想成就是轉到自己作品的畫面上 所以就變成就是這種手勢 然後這一張就是在愛情中的另外一個人 就是他就是這張的寓意很簡單 主要就是他很就是小心翼翼的就是有點輕 可是我不敢太用力的去抓住那個線 就是代表他很珍惜就是另外一半給他的這個感情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張仙怡少姐 那接著來呢就去到趙健鵬先生的作品導覽了 那麻煩大家移到這一邊 大家好 我會畫這幅作品是因為我很喜歡 因為大理石的質感被光照到 是有很多種顏色在上面 會透出很多色彩 然後我會用粉菜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用手去畫的時候 他對比柔畫似乎有 用柔畫人料有 和大理石像有多一種特別的關係 然後 畫這個聖寶像是 和我平時畫人像是有一些不同的感覺 因為畫人像的時候 我會比較專注去那個人對象的五官 然後當我畫好這張畫的時候 我覺得他給我的感覺 不是那個人的五官捉住我的眼睛 而是他一個 就好像一個教堂的氛圍在這裡 所以也都是我為什麼擺一張 這個塞墊在這裡 讓我觀賞它的時候 有一種更加莊重的感覺 我會說的就在這邊 好 謝謝趙劍恒先生 大家不要以為我們的作品已經結束了 前面還有一幅立體作品 等著大家欣賞 我們再次有請李榮小姐 為我們簡介她的作品 有請 其實大家可以近一點過來看 不是沒有那麼清楚 因為其實我想這個作品 源於我想大家都有共同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出共北 都會見到很多類似的字眼 互助互愛和睦相處 但我那時候就想 為什麼和睦相處一定是一家人 跟著一個老人家 一個爸爸媽媽一起和睦相處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加另一種內容下去呢 所以我上面加的全部都是跟性有關的 和睦相處就好像兩個女的同性 我們都可以和睦相處的 港交朋友 那麼我們 就是說直白一點 炮友不是都是一種港交朋友嗎 我就是全部都是以這種形式來做了這一系列的作品 然後可以用一種傳單的方式 其實大家一陣子有興趣可以撕回家 留念都可以 因為它有一張一張是可以撕下來的 就是每一張圖就可以拿一張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拿回家 嗯 是的 多謝大家 好 多謝蓮蓉小姐 那麼今天的作品 《倒立》就來到這裡 那麼大家就可以對有興趣的作品 繼續去留意 或者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的藝術家的話 我們的藝術家都會留在這裡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麼現在大家就可以自行去欣賞展覽了 多謝各位 我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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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